第三項9題 如圖AB是兩條完全相同的輸電電纜線 如果在A導線上的電壓為是220V 經過變電所的變壓器後 在B導線上的電壓是110V 變壓後導線上的電流輸送電能的電功率保持不變 則電能在AB兩條輸電纜線上所損耗的功率比是多少 這個我們老師在上課都講過了 這個題目不可以用P等於V平方除以R來算 因為所謂的電壓是指的是出去到回來 頭跟尾兩端的電壓 可是導線上的每一段的電壓並不是我們上面所顯示的220V或110V 我們看到圖上面顯示的是這個串連 所以它應該是電流一樣 所以我們應該用的是P等於I平方乘以R來算 而這個I就會受到我們的電壓的控制 因為我們輸出去的功率是一定的 所以P等於IV 所以我們就發現我們功率如果一定的話 我們的電壓如果大 我們的電流就會小 那麼現在A導線的電壓是兩倍 所以我們的電流就只有1 2 所以I平方就會變成1 4 所以我們的消耗功率比就是1 4比上1 也就是1比上4 所以第39題問說 電能在AB兩條輸電染線上的數耗功率比是多少 我們答案要選的是珠 1比4 注意這一題我們要用的公式是P等於I平方乘以R 而所謂的I會受到電功率跟電壓的控制 用P等於IV來算出我們的電流比 再帶回去I平方R去算出我們的損耗功率比 這才是我們的正確的做法